好然后下面这个啊下面这个呢我们给大家讲呢对吧 在我们项目开发里面呢 我们是经常使用我们的redis数据库来存储我们的session啊 存储我们的session 那么redis数据库呢你没有去设置redis存储session之前 那么他的这个session呢我们也给大家讲过 就是在我们这边呢他默认是存储在这个表里面对吧 默认存储在jango session这个表里面啊 是存在他里面的是存在他里面的啊 那么现在怎么去配置啊 使用redis存储我们的session 注意你需要呢去在你的虚拟环境里面呢 去安装一个包啊 安装一个包安装一个包呢 直接我们就在这边拷贝就安装一下 在你的虚拟环境里面你就可以呢去安装这个包啊 直接去安装它 那么这个呢其实呢已经安装好了 OK你就会发现这个包呢现在已经安装好了 好就是它啊 那么安装好之后呢你再去新建一个项目的时候 你就需要呢去进行一个配置啊 那么在这边呢我们就给大家 建一个项目 OK啊 那我们这边就建一个项目啊 file写上一个 new project 早了今天 关掉啊 好 好那么这里面啊创建一个新的项目啊 创建新的项目呢 选择这个江沟 然后呢我们在那边选择我们的虚拟环境 好选择的时候呢 选择一下这个目录找到这个bj18 然后bj18下面呢我就新建一个项目啊 叫做test6 好 然后在这里面呢选择再建一个应用 boogtest啊 然后呢把这个模板目录呢也给我建了啊 直接呢创建 好这里面呢我们这个项目呢 哎他就建好了啊项目就建好了 OK 那么项目建好了之后呢 首先我们还是把这个配置我们做一下啊 找到这个 settings啊 好这里面模板目录 还有应用注册 我都不用管啊 把这个改掉啊 把这个改掉 改成我们的这个 my circle my circle OK 这里面呢还使用我们的bj18啊 bj18 yoda 它呢就是这个root啊 然后password啊 等于这个my circle OK 再往下这个host 对应的就是本机啊 localhost啊 OK 然后呢这个port啊就是这个3306啊 ok 这是他啊 那么 然后呢在这个里面去包含一下我们这个好 现在这里面把它写上啊 import我们的pymy circle 然后呢pymy circle.insta的smysqdb 在这里面呢去包含这个应用的URL文件URL 写上一个R 写上一个 包含开头啊 incloud 包含的是这个booktest下面的URLs 好这里面包含 然后把这个文件呢把它拷过来 copy一下 放在这个下面 然后在这里面呢把它一删啊 然后这个呢一删啊 OK 这不要了 然后呢 余下这些 好下面呢 我们说在这里面呢 你呢去配置的话啊 我们已经把这个东西呢给它装完了 但装完之后你要想让redis呢存储你的session 你需要呢把这个配置信息呢把它放到你的 项目的配置文件里面啊 就在这里面找到这个配置文件 那么这里面呢 那么这里面呢就是设置啊 设置啊 设置 redis 存储 session 信息啊 设置redis 存储我们的session信息 那么这个呢 设置redis存储我们的session信息呢 那你注意这边呢 首先我们看到 这里面呢 有一个session engine啊 那么这个session engine呢 我们再给大家讲那个session的时候 你就通过session engine这个配置项 指定你的session呢 是默认 指定你的session是存在哪里面的 那他默认呢 这个呢 是junglecontrib.session.bixen.db啊 那么是默认是存在这个 jungle session这个数据表里面 现在我们要使用redis进行存储它 你就写上一个redis效果线session的点 session啊 OK 那么然后呢 这里面还有一个叫做session radis效果线耗子啊 这里面就是你要存到redis里面 你要存到哪个redis收益库里面啊 这个redis服务的一个IP地址啊 redis服务的IP地址啊 然后呢 下面这个对应的有个port啊 他呢就是这个redis服务的端口号啊 redis服务的端口号 ok 那么再往下呢 这个db 你要存到redis里面的哪一个数据库啊 redis中的哪一个数据库 通过这个db来指定 我要存放到2号对吧 我就写一个2 然后呢 这里面redis password就是你这个 连接着redis服务的一个密码啊 没有就写一个 没有 那么这个sessionredis.prefix 它什么意思啊 它是一个前缀啊 我们说服务器端呢 在生成这个session之后 会有一个唯一的标识码 那么这个唯一的标识码呢 存到我们redis数据库里面 它就是一个键 这个键的格式什么呢 这个键的格式就是 你写的这一部分是啥 我写的是session 它就应该是session session后面呢 有一个冒号 冒号后面呢 就是这个唯一的标识码啊 就作为这个键啊 作为这个键 它的一个格式啊 这是我们perfect它的一个作用 ok啊 这里面是我们这个设置对吧 那么有了这个设置之后呢 下面呢 你就其他的 你把这个设置完之后 你就其他 你都不需要管了啊 你读你读取session 设置session 然后呢 比如说我写上一个 用的内容对吧 然后呢还叫做这个 smart 然后这个 再来一个request.session 然后呢 对吧 你再写一个年龄18 然后最后return 一个itpresponse 那么这个把它导过来啊 jango.ntp import itpresponse 直接返回一个对象啊 叫做设置 session ok 那么同样道理把它 拷贝一份 这里面再改一下 叫做设取session啊 get 这里面是获取session 那么起个名字啊 有的name等于他 这个不要 那么这个也不要了 这里面再来一个 ok 那我们说session呢 跟kuhi他的一个区别 就是session 你存进去的是什么类型 拿出来还是什么类型啊 所以在这边呢 我们在这里面呢 我读取session的时候 我就直接把他俩呢 去返回一下 用的name 然后呢加上一个 哎加上一个冒号 加上一个stir 然后呢加上一个age 把这个age呢 要转换成一个字符串 ok 那么这是我们这两个东西啊 由这两个东西之外 下面呢 在这边去加一个page啊 from我们的booktest 导入这个views 然后这里面写一个ur 啊 叫做set session 到了 那么对应呢 就是我们这个views.set session 哎这里面就是设置session啊 然后url 啊 上面的话 叫做get session 那么对应呢 就是views.get session 哎这里面呢 是这个获取的吧 我现在就配置完了啊 配置完了之后呢 你注意 所以我这个redis服务呢 我看一下啊 我这个电脑上有没有启动啊 我刚刚是在那台电脑做的演示啊 PS AUX 然后呢GREP写上一个redis ok 这里面是有是吧 redis cli 然后我们 啊不对不对啊 这不是172.16.179.131 你看到这里面是这个啊 那么这个呢 我现在我不改这个 我不改我这个服务的啊 我就直接把这个IP呢 换一下啊 我这个服务呢 监听就这个IP 那么loghost呢 其实就代表这个127.0.0.1 那么你们拿到这个代码 你自己注意一下 它应该是什么啊 ok 那么这个 我要给大家说一下 我要客户端你这个redis cli 我们说它连的时候呢 你可以通过-h指定你要连的这个IP -p呢指定它的端口号 对吧 那么现在我要连它 我就172.16.179.131 对吧 那么-p这个端口号是6379 哎这个-p的默认端口号呢 就是6379 所以呢我可以补写啊啊 直接一回这儿 哎这是不是连过来了 吧 连过来之后呢 我们现在要使用这个二号数据库 我就slack的切换一下 使用这个二 然后呢写上一个case型 哎看到这里面是不是空的 好 空的之后呢 哎下面呢在这里面打开一个中端 启动我们的服务啊 启动我们的服务 cd test6 然后在这里面work on bj18pv3 哎启动它啊 pathon manager py 然后呢输入一个run server 对吧 run server啊 ok 下面我们就可以启动了 启动之后下面打开浏览器 去访问一下我们这个set session啊 直接呢就是 右键 检查 找到我们这里面的127.0.0.1 然后呢有一个set session ok这里面告诉你设置session 对吧 然后啊 点开它之后我们看到这里面 是不是点开之后 你看到这里面是不是有一个session id 对吧 上面这个请求的时候有一个session id 应该是我们之前保留的一个啊 你主要是你看下面这个值对吧 哎下面这个值啊 那么这个值你看完之后呢 哎 0pvnz 然后呢我们 然后到这里面哎去看一下 我们再来一下这个case 行 哎你会发现这里面是不是多了一个看到没有 这就是它键的名字啊 session 冒号 后面就是你这个唯一的标识码 哎作为一个键的名字啊 这个前面的session呢 就是我给大家说的这个profix进行一个设置啊 进行一个设置啊 进行设置啊 OK 有了它之后对吧 你根据这个键呢 你就可以呢 把这个值呢给它拿到啊 这个值 就是这个session就存在这个键对应的值里面 就是get 哎 跟上这样一个k 好回车 哎这就是它对应的值 哎这就是它经过编码后的一个值 那么这个值呢 你在这边你去解码 直接是base64的解码 然后点开之后 那么把它呢 拿过来 那么你就可以呢 哎 点击键码 你就可以看到我们存的这个AG和这个U的NAME啊 OK 那么 这一部分的话 就是我们给大家说的啊 使用redis呢 存储我们的session信息 那么哎 其实呢 就这么两步啊 先把这个包安装一下 对吧 安装完之后呢 你再去兴建这个项目的时候 你只要把这个配置项呢 给它加上啊 那么它呢 就会 存session的时候 它就自动的给你存到这个 redis里面去啊 里面去啊 哎这是这个Jungle呢 存储我们的redis数据库 好 好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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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